我是萌萌,我是来自苏州大学的学生 在我大一军训结束一个月 我就被查出来患有急性淋霸性来泻病 我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在花梁的七册 头发都是掉光了 然后再隔好几个月才能重新找出来 我在医院的时候 有一天机工活活他到医院来喊我出院 然后就是他慢慢的电话我 一部电话我告诉我 为什么我会得这个病 为什么我会得这个病 就是我前世当离屋的时候 不好好命经、空经、漏经 然后不为菩萨着想 中文学术 不想着为菩萨装精塑像 不想着为菩萨装精塑像 不想着为佛菩萨装精塑像 这是我背的那个 然后我比较贪财 就是 呃 参采自己 就是图钱 到礼物的时候 然后就是我得这个白血病 就是飞的那个 当礼物内室的那个 那个 就是那个 果实室的那个果报 然后我在家里 我在家里就是 有将近 从去年 十月份到 到我清津前 到我清津 那个前一天 我在身上 就是 疼痛 疼痛不止 有时候膝盖 膝盖这边 就是像那个 像那个针 在刺一样 在刀 在刮你的骨头一样 然后 那个 有时候那个胳膊 疼 都不能抬起来 不能抬起来 有时候是肩膀疼 反正 一天 一天接着的一天 疼痛就是几乎没有清止过 就是经过活活的 他经过活活的电话 他告诉我说 就是因为我在前世 做 说那个 我在苏州 我是苏州的一户 大户人家的小姐 我有佣人的 我的佣人 她是一个男的 她说她家也住我 我家隔壁不久 然后很不远 然后就是 我虐待我没用 就是平时 有时没事就用鞭子鞭打他们 然后就是 用那个开水 就是 我就是 我就是用开水把它给烫死了 从烫的开水给它浇下去 它就被我活活的给烫 给开水给烫死了 还有一个老婆 她老婆是 她老婆是那个他们家 曾经买过来的 就是买过来的 她老婆没有名字 她的老婆也是死在我手中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两岁半的儿子 也是被我一场给打死了 也就是我前世 我做小姐的时候 我害死了三条人命 就是金氏 他来找我扶仇 他说 就是还有就是 他们有民主性 他男的叫林儒 是苏州城人 苏州那个古城 那个城里 我就是 我爸妈的 我爸妈那时 也是我身边的人 他们就是把这件事 给隐瞒下去 就是我给了他们 很多很多很多钱 然后他们把 把这件事隐瞒下去 然后突然把那 把那三个人给埋了 然后就是为我隐瞒了这件事 然后金氏我说的果报是 就是我爸妈 我爸妈他以前不是我的 前世不是我的父母 他们金氏成了我的父母 我是他们的女儿 我就是他们就是 我从小姐就 也就学习也好 那个 那个就是 也算一般丰盛 考上大学 他们就要到这个时候 他们说 就 然后让我得这个病 让我得这个病 耗费我父母所有的钱 到我们家倾家担长 然后说 然后不管怎么样 他还要 循我的 循我们 用我们一家三个的命 来坏他们一家三个的命 就是 就是 他们来寻仇了 就是 我身上 如果不是 佛菩萨 那个 指定 我永远不知道这件事 然后 他们说 我在医院的时候 不管是不是在医院 他们四次想要我的命 关键时候 都是金融火火去救我的 然后 他们想 把这件事说出来 让我明白 那个 说 说有 就是 金融火火指点了 知道 知道 这就是我的火报 都是我的火报 所以说 大家要相信 这个世界上 有 有佛福的 有三十亿火爆 你也得不加 就是 你 我以前不知道 我以前不知道 我生病 我只觉得老天爷不公平 就是 为什么会让我在 这么 这么说 大好年华的时候 生这个病 然后 无法继续我的学业 无法就是跟我的同学们一样 他们可以量他的生活 无限不难 我只有在医院里 化疗化疗再化疗 然后 现在我明白了 这一切都是我的火爆 所以说 大家一定要 怎么说 做一个好人 然后 相信 相信 有三十亿火爆 一切都是真的 所有的一切都不讲 对 谢谢 所以说 我这次来 今天也是 基本国家之间我来的 他就是说 要我过来听经 然后 要我 和养佛法 让世上的人明白 有三十亿火爆 有 有这么一切 所以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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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花心 好好地听师父讲经 然后 让 然后通过我 女生献法 女生说法 来让世人明白 三十亿火爆 一天是 师父 庆祝的日子 所以说 我想 借今天这个机会 给大家讲一讲 等我 等我身体好了 我会 给我 就是 这一个一个过程 提供我 我怎样 去我 怎样 开导我 这个过程 我会 慢慢地 讲给大家 听听 在刚才讲 这个小菩萨 是不是讲 水性一量啊 是 这要明白啊 我们头脑怎么想 嘴巴怎么讲 神经怎么做 愤愤解号 所以佛法里 上天堂下地狱 诸佛诸佛诸佛诸人诸鬼 就出生 命之我利 我们就要等到好日为止 好 请大人 贺掌 愿以持功德 福尽一切 活得与众生 结果成佛 以持法会功德 特命会下与会大众 走人菩提 管住众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法会圆满 注意吉祥 罗益自在 阿弥陀佛